Auto Jungle Auto Jungle 原标题,美国刚干这件卧错时惹大祸,朝鲜罕见用这四个字怒对特朗普作者。 赵俊峰,美国不愿意看到半岛被南双方改善关系,半岛趋向缓和美国就显得多余了,前期调兵险将调整军事部署就失去了意义,紧张才能拴住韩国的心,才能让美国有理由继续推进军事部署。 就在韩朝两国借助平昌冬奥会频繁互动之际,美国又开始泼凉水了,1月27日朝中社报道,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断渲染朝鲜核岛威胁,并声称正在为总统提供各种选项。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声称,朝鲜在几个月内,就能拥有对美国本土施行核打击的能力。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在美国决策层中构成主要危险,并认为朝鲜下一步将发展针对美国的同时,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能力。 特别是宣称朝鲜会为了挣钱拍卖核岛技术,更是引起了朝方的愤怒,指责美国丧心病狂,骂一个国家伤心病狂在外交上很少见,足以表明朝鲜的愤怒至极。 但是朝方的愤怒不无道理,朝方要卖核岛技术,完全是无稽之谈,先不说朝鲜的核岛技术还没有成熟,就是已经定型列装了拍卖的可能性也很低,一般国家买不起,有钱的国家可以自己造,如果要买只有恐怖分子,有可能了。 而恐怖分子的暴行,早已被世界人民所痛恨,通过这种方式搞臭朝方可以说是事半功倍,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,都会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。 这一,朝可以说非常毒烂,如果让美国得逞,对朝动武的可能性空前增加,在目前朝韩双方正在缓和紧张关系的情况下,朝方不可能刺激局势,想相反的方向发展。 美国此时放出这样的消息,明显是想破坏双方的和平努力,韩朝就此走上了和解,那么美国就真的成了局外人,除了成功赢得朝方的核弹威胁,美国继续推进萨德的完善部署也没有了理由,但是要直接出面反对实在是张不开口,毕竟美国一直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正义,尽管很多时候不要脸,但是在全世界都关注的情况下, 明目张胆的耍横对所谓的文明世界形象伤害还是挺大的。中央情报局出面最好,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未经证实,也无法证实的情报,以此作为美国政策的依据,让全世界看看美国是多么讲的明世界规则。 另一方面,这里面太好作假了,待在办公室就能炮制出美国决策层需要的证据,这绝对不是什么玩笑,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干这种事是惯犯,半个假政客个工章这种乱事没少干,要不然就不会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,炮制出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假情报。 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人,把伊拉克烦了个底朝天,就差点把老鼠洞都掏一掏了,也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反而是发现了伊拉克政府,销毁此类武器的证据。 这个情报工作做的也真是非以所思,美国中央情报局随心所欲的炮制假情报。 至于搞情报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看不下去了,讽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一本正经的,用一碗洗衣粉发动了伊拉克战争,沦为世界的笑柄。 当时为了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人,立直气壮的和美国一道杀向了海安,结果证明这是个骗局,英国人不干了,好歹我们一直把自己打扮成绅士。 你用假情报骗我们出兵去干流氓一样的事,这不是坏我们的名声吗?这就是诈骗,英国首相布莱尔因为被美国人骗钱骗色,还帮忙去打架,无法向民众交代,失去了连任的机会,不得不安然下台。 美国把战争这种要牺牲很多生命的大事,当成小品来演,也真是够随意的。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跳出来了,这是要上演哪一出,好好的人都能能给你忽悠缺了,更何况是世界的目光,都在盯着朝鲜半岛,可千万别拿错了剧本,不能老是演砸了。 这一次要是有个闪失,可不是闹着玩的,这些演员可都是完命的主,不会不了了之没有下人,到时可真得付出血的代价,半岛局势的缓和来之不易,美国人不要添乱。